Hello Hello 又是案白频道 现在跟你讲法律的时候 快点订阅 不过你迟早也要订阅 因为我认识 你知不知道我写了十年 一个小小法律专栏 还有大文章讯报 其实我很多法律的东西都讲过 我迟些整理 即是循环再做 循环再做 拿出来 把它拍完制作成的视频 放在案白频道 案白讲法律的清单里面 你知道 法律意见 不在随便说 政治上识的东西 或者周围说八卦是非 是法律意见 法律意见很贵 你知道香港的 你去找律师 收钱 给意见也收你钱 又不跟你解决问题 接着就够那么大个鼻 看着你 喂 你找律师很羞气 为什么不自己 有些法律知识 自己找一下 有没有上网找一下 资料 其他人说就复杂 我说的那些 异名 所以 不得了 迟早都要 赞我这个频道 和分享 这一天 有一件很热的事 大家看到这个新闻 知道这件事 有个男人 年轻 拍照 拍到便衣 便衣 被男店的空姐 牛肉饭前拍照 给两个便衣 截着 接着又说他们遗憤 披露警员资料的禁令 谁知道是警员 这个你马上明白 这个是常识 但是他们声称入镜 竟然没有出示委任证 那就是非法禁锢 扣起男子身份证 就带回警察调查 拖延一轮 多数都是没有下文 但是这些情况 立刻访问了一些 这个报纸 就访问了人权律师张玉光 他说拍摄者不知道对方身份 不构成搜集个人资料 所以没有合理怀疑 警方的拘捕是属于濫捕 就可以私人检控 不是检控 私人是输入 入品诉讼 起诉 起诉警方非法禁锢 还有位大律师黄玉逸 就说违训禁令 不是刑事罪行 私人条例 有刑事条款 不过是要很特别的情况 害到人家破人网 就可以刑事检控 包括一般就是民事 民事警司 就是告你 叫你赔钱 叫你道歉 所以不能够抓人 最多是找身份证地址 给我们就告你 可以 但你不能够抓人回警局 来够了 所以这个黄玉逸就说 违反禁令 就不是刑事罪 警察就无权拘捕 只能透过民事程序 向法庭提出判他的妙事法庭 没那么复杂 想不到的 刑事又拉错人 诸如此类 大家都很生气 看到这些新闻 大家就会想到 那是什么法律问题 很多人都被警察搞过 什么为之 非法禁锢 都想知道 非法禁锢 在迷反某人意愿的情况之下 非法和蓄意地限制和拘禁该人 in another intentional restraint and detention a person against their will 即是against人的自由 不让他走 不需要有暴力 不需要武力 不需要暴力 不需要暴力 不需要有 你不走 几个大只渣佬就困住你 没有这种事 即是说你走 走我告你非法 左差办公 我告你拒捕 什么 一堆东西 跟着你又不知道是还是不是 那你当然不要走 即是constrain了你 这些情况 他用恐吓的说话 不让你走 你有合理理由你都害怕的 正常会害怕的 所以你不敢走 即是被他拘捕了 即是被他禁锢了 英文被困住了 就已经构成非法禁锢了 差到最兴 然后说我没有不让你走 我说你走我告你 諸如此类 这些都可以跟法官解释 好了 这个情况呢 就可以有很多赔偿 非法禁锢侵属民事 可以诉讼 可以有损害赔偿 所谓我们叫general damage 特别赔偿 即是你弄烂了他 即是他打你 如果他打你 或者弄烂你的手机 这些就一定要赔给你 但是可以名誉损失 被警察抓了 那些亲人 什么时候被警察抓了 很影响老师朋友 你当然是做了什么坏事 被警察说 那应该是名誉的 要求赔 要求赔 感觉的伤害 都可以要他赔 Injury of representation and injury to feelings 都可以赔 就说有加重赔偿 Accordated damage 技术自压 总之就赔 你说要告人很贵 其实我讲了另一个问题 告人很便宜 100多元 根据这个小额 前制审裁处的资料 如果你写一张新索表 就是120元 那送副本分开收费 找个执 法庭执带来给你送给警察 收你33元 120加33 就是153元 告他 告他 还用客气 告他 警察呢 如果警署 你传他上去 哪间警署 警署 我现在要告那个人 叫他拿来 有法庭 叫他人来 他不来 就告他 警务处长 警务处长 他不出庭 你叫警务处长 当天的沙箭 全部都藏起来 不敢认信 就告警务处长 他缺席 缺席的情况之后 你就硬了 好了 说到这么兴奋 我其实问问大家 你敢不敢真的告他 即是告他 那你怎么告呢 有没有律师帮 那些律师不是说 我们法治有险拿手 又残疑不废 我们还有国务 香港 那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呢 他说得很好的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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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律师有个党 事务律师 又有个党 两大政党 经常说法治很重要 不要犯法 犯法 犯法呢 告你 判刑合适 好了 那现在 警察犯法 我想拿回民事的权益 那行不行呢 看了就看了 看了就看了 是吧 留意啊 听江湖传闻 你去找这些大党 给意见 你没手 我介绍个律师给你 Einsatz 嗯 五五五五五 八万块 十万块 包打 是吗 所以 輸了都是收的,總之包打,整件案不是免費的, 當然不是免費,正義不是免費,政黨也不是免費, 給你一點意見就免費, 給你一點時候,當然要收錢, 聽到這些話太多了,我都經常沒找他們, 不過你要找他們就說,他們是要你選票, 當然要叫他們做事, 這麼多區議員, 民主黨,公民黨, 哪些區議員,叫他們幫忙做事, 接著他說,介紹律師給你,不用, 120元加153元, 你給我寫個small claim, 告他,搞定, 這樣行不行呢?不知道, 但對方能否拿回你重費, 拿完也有抱, 不行,隨便你自己拿上去填了一張表, 我們教你講,不太行, 不太行,就有輸了罷就, 起碼告他, 你告他,你信一點, 對嗎?你告他,你信一點, 好了, 很有責任幫你, 就是那些政客, 給153元, 153元,叫他幫你做事, 寫表監給他做事, 你給了選票,要他做事, OK,那有沒有先來贏到啊? 黃之鋒那次不是壞了嗎? 他差勁而已, 那些人,他先問問我, 沒有那麼差勁,黃之鋒不行, 但是,給個案例你看, 你只要去明報, 2015年9月26日, 有個總督察, 不合法, 上手扣, 手薪, 又逼個受害人, 去做ID parade, 即是那些, 認人手續, 他認為, 就是侮辱了他, 以及濫用權力, 濫用司法程序, 於是, 就向全家的公安伸索, 贏了, 賠了多少呢? 賠了9萬1元, 還比2萬元還廢, 還廢, 其實是沒什麼的, 因為你自己想, 即是你自己人工, 出了庭, 找資料, 還可以拿這些還廢, 你輸, 最多就是這個, 所謂2萬5元還廢, 還給警察, 多數不用你給, 頂了, 全都給了, 根據這件案, 都是1、2萬元, 他做了很多文件, 很多事, 很多證人出庭, 證明他沒有罪, 他都是拿回你2萬多元, 就告他, 當然要告他, 對不對? 即是我們, 在等這些, 其實我經常都在等, 在過去幾個月, 這麼多人被人侮辱, 被人欺凌, 被警察欺凌, 被警察欺凌, 為什麼那些經常說, 我們還有司法公義的泛民律師政客, 不幫忙呢? 那些什麼公義基金, 不理你呢? 有沒有人現在幫星火同盟那個基金, 去拿回一些錢呢? 這班人, 是不是? 不要說我經常罵他們, 是仆街來的, 好了, 算了, 肯做, 是不是? 打開門, 叫那些苦主來, 你那班區議員, 新選的那些, 民主黨公民那些, 整百幾個區議員, 做這些事情, 幫人寫small claim, 輸了不用你給, 就應該用那些基金幫他給, 更費輸了, 贏了多少呢? 根據那些個案子, 九萬, 如果small claim, 現在是七萬五千元, 錢是旗車, 拿回公道, 出一口氣, 對不對? 好, 記得, 快點, share, 叫人, 就是, 營購這個頻道, 哈!